我们通过刚才的短片 已经提前了解了一些 跟七夕晚会相关的精彩内容 相信会增加大家对于晚会的期待 那在这样一个时段呢 我们请到了二位嘉宾 来聊一聊古人的爱情观念 和他们对于爱情的不同理解 今天的二位嘉宾 中国戏曲学院的张瑶副院长 另外一位中央戏曲学院的李洪教授 如果说一提到七夕 你们首先会想到的是什么 一倒是你会想到什么 这是一个灵魂发位是吧 那一定是雀桥相会 雀桥相会是咱们一个传统的 民俗的节日 对 在戏曲舞台上也是扮演了 很多这种剧种的版本 尤其说这个牛郎之女 这出戏是黄文系的经典作 对 牛郎之女 那么在京剧呢叫做天和佩 比如说剧中那一段唱的就是 到底人间欢乐多 这一段是非常的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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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美学里面 就有它那种意境 留白 就所有的事 它都给你留下一种空间 它处在那种 不是那种激烈的 那种浓烈程度 而是在于那种 时间的那种久远 让这段感情变得 我觉得很浓厚 所以我觉得 《牛郎之女》这个故事 可能就是这样 它符合中国人的 那种传统美学 所以它成为中国 我觉得很重要的 一个节 气息节 这种坚守 比人间的天天见 更有一种高度 对 我们希望你这种 对忠贞爱情 对坚守爱情的向往 就是一股绿筋 让我们今天的人 也要坚守自己爱情 活在当下 珍惜身边的人 对 还是那句话 两情若是久长时 尤其在朝朝暮暮 我知道这个张院长 本宫是小生 而且这个昆曲 昆曲 京剧 双料 京剧 京剧 昆曲都学 如果让您选择一出 更能够代表古人的爱情观念的 您会选择哪一出 昆曲跟大家分享 昆曲最著名的 反映才子家人 这种爱情的巨母 当然是牡丹亭 牡丹亭 在明代汤贤祖 一写出这个还魂记 又名还魂记 把这个古代少女 对这种爱情的向往 但是呢 封建礼教是不允许 没有这样的机会 大文不出 二人不卖 对 她只能见到自己的老师 陈最亮 对 对 父母之命 没所知言 没错 那么她到了这个年龄 她对感情的这个向往 对爱情的一种追求 她自然就出现了 对 那么她通过油缘 她就想到了自己 我青春美貌 但是呢 一朝这个花落 没有人知道我的这个存在 梁晨美景奈何天 对 那么她这个就在这个油缘 在花园里就睡着了 引起了这个 这个用戏曲的表达 就是惊梦 在梦中与一个男子相会 这个青年男子叫柳梦梅 这个女的叫杜丽娘 两人在这个梦中相会 诉说一种就是对爱情的 一种表达的 两人一见钟情 尤其这个 这个刘孟梅 在这个曲牌 《万年欢》这个当中 一见面 一见面 见到 啊 姐姐 小时哪一时 不曾寻到 你 就在这里 小时 恰好在花园内 这得 垂柳一致 姐姐 她念姐姐 就是说杜丽娘 杜丽娘 这个现在咱们现代人 太好听了 就是已经是众里寻你千百度 对 她说 姐姐 你既 烟筒事事 或不 左是 一手 一上次 这六支 六支 呼 哎呀 真好听 去表达我们男女的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 现在可能表达得太简单了 很苍白 很直白 很苍白 少去了那种 里边有一种 欲言还修的那种意境之类 其实我首先我觉得牡丹亭啊 我觉得代表了中国人的那种高度的浪漫 它其实代表的是人对于爱情的一种极致的追求 那么今天我们再去看这些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带着审视的目光 就是我们今天人应该是用种什么样的爱情观念 而且通过看那些故事又联想到当下 就是我们要活在当下 就是这种雀桥相会 你不在于是365天天天厮守 还是说这一年里面只见一天 但是这一天的这种质量 就是还有就是分开的那个时间 彼此为对方再付出一些什么 做一些什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当下把每一天做好 你们发现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开始过七夕节 咱们现在总书记说 对于中华文明的一个溯源工程 其实这里面谈到了很多 我们传统的文化节日 其实这是文化自信 我们的节日如果要没有的话 我们的精神家园其实是失守了 对 文化认同就是最高认同 对吧 我觉得在稀奇舞台上 关于爱情的剧目丰富多才 有帝王的爱情 对 也有才子家人的爱情 特别是也提到了一些 应该是小家碧玉 这种读书人的简单的平淡的生活 我们说活在当下不是希望舞台上 因为舞台上的人和事是典型性的 我们不是说永远停留在追求和向往当中 其实过好当下是最重要的 对 平安 珍惜身边人 有着爱情我们要珍惜 没有完美的人 没有完美的爱情 只有挚爱和宽容 这样的爱情才能够长久 对 所以我们七夕节 不是让我们这一天才珍惜身边的人 对 这个节日是告诉我们珍惜好 要相爱 要宽容 对 而不是过了一节我才想到这一天 对 我们称赞每一段不同的爱情 只要你是真心地去追求 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么多的戏曲的作品 其实都会有不同的开端 有不同的过程 有不同的结局 但是之中对于爱的那份真挚的追求 这是相同的 那我们再次感谢一下张院长 感谢李红老师 那下一时段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揭秘 总台七夕晚会亮点 以及跟大家分享更多 关于七夕的故事 让我们期待 再次谢谢二位 我们下一时段再见